BTS 粉丝尖角连连还请南韩BTS成员禁 最近正式退伍 13日在南韩首尔举办拥抱会 1000名幸运粉丝拥有千载南逢的福利 名额有限 他们可以招待他 两至三秒之后 粉丝从全球来到这一场一场一场 我试图得一票 我没有招待 因为你知道吗 我必须在外面报告 CNN 连美国CNN也到场采访报导追星 BTS为了庆祝团体出道11周年 并感谢粉丝漫长等待 但没想到活动上竟出现意外插曲 一名女粉丝趁着近距离接触 偷袭抢吻脖子 只见Jean立刻闪躲 但已经来不及 画面曝光立刻掀起网络热议 粉丝一片怒骂声 他亲爱的 丢脸 社群媒体平台X疯传 甚至不同角度看到 另一个粉丝也这样做 但由于保镖离太远 才使得女粉丝接连得逞 网友炮轰太过分了 根本性骚扰 还有人气到Tag标注经纪公司 呼吁保护艺人 尽快将这种粉丝列为黑名单 今夜的Jean 特地在正面挂着 请拥抱我的字卡 原本预计三小时的拥抱会 一个小时就结束 让他惊讶表示 应该开放更多名额 在台上也送出招牌 飞吻虫粉 只是这回偶像与粉丝 软性互动 却出现不理性行为 令其他粉丝难以接受 如何保护明星的问题 也再度浮上台面 赞历新闻 全票报道